文化热点 娱乐爆点 且听 唯唯到来 哈喽 早上好 我是吕伟 文艺动态由我唯唯到来 即去年受香港艺术界委约推出 清舍之后 中国国家话剧院知名导演田庆新 再次受到艺术界委约创作了纪念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 诞辰450周年的中国版罗密欧与朱丽叶 2月28号将会在香港演艺学院全球首演 五个小时的经典原作被改编成了两个半小时的舞台故事 这也是中国版的创作难度所在 为了香港2月28号的首演 今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 香港国际艺术节来违约我们中国国家话卷来做罗密欧朱丽叶 那么我们也想拿出一个好的一个中国蛋糕献给莎士比亚 难度就是在于莎士比亚这个五个小时戏怎么样来做成一个晚上的戏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沙翁诗一般的台词如何得以保留并浑然天成 李光杰扮演的罗密欧和樱桃出演的朱丽叶是这样对话的 我想承认你的梦里站对你的心头 你还没有给我你的誓言呢 在你提这样的要求以前 我已经把我的爱给你了 你不要逼我 我现在就收回来 别接朱丽叶你干嘛呀你这样 你这样弄得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朱丽叶 老人 导演田七星表示探索着让沙翁理性悲剧作品变成感动中国观众的感性故事 沙翁比亚的戏剧一直呢 中国人演起来不是太感人 有的时候不是太好看 因为一演外国戏我们就会带着一个理性的一个态度 观众看的时候也理性 那我想进行一个突破 今天是罗密欧朱丽叶的第一次彩排 那么这个戏呢 今天晚上的呈现来讲还挺好的 观众挺开心的 就不是一个太闷的戏 今天有很多观众都跟我说很感动 我也听特别高兴 因为他们感动了嘛 也就达到我们开始想探索的一个目的 就是沙翁比亚戏怎么能感动中国人 提前看了演出彩排后 全程吸引着我 跟着剧情走 很喜欢这个作品 尽管彩排时长有三个小时 服装首次亮相 五美灯光 音乐 歌曲 舞蹈等 剧目中的调料相得一张 精彩看点多多 观众看着轻松愉悦中 又不是悲剧所带给自己的震撼力 我会像鼠窜一样逃到乡下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 再给我一个吻吧 好给我力量 郭亚阿姨 你听见了吧 好了不要哭了 田岛表示正式演出的时候 戏的节奏会调整到更为简凑 总时长在两个半小时之内 听到这里 各位会有所期待了吧 来听听田岛的观看邀请吧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中国国家画剧院导演田庆新 欢迎你们来看我排的 由樱桃和李光杰主演的 罗米欧与朱丽叶 北京的3月11号到22号 欢迎你们大家走进国画剧场 来看我们的戏 未来预计我们的戏将演出两个半小时 谢谢大家 加油 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年轻朋友们 让我们事不宜待 啧 开始 感谢观看